订婚宴上 我对准婆婆喊了一声 她却当众说 叫阿姨 为了满足了她的要求 我端起酒杯 对着公公说 爸 我敬您跟阿姨一杯 叫阿姨 说这话的是我未来的婆婆 她坐在椅子上 声音不大不小 但在安静的会场中 还是让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满朝文武都瞅目结舌 我内心冷笑 上一世她就是这样 当众让我下步来台 但是为了我未婚夫人气吞声 说不知这只是个开始 从那以后 婆婆就变本加厉欺负我 运气让我洗衣做饭 而丈夫也装容作哑 后来我才知道 婆婆和丈夫很早就有一腿 娶我也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可我知道时已经怀孕了 自那之后 这对母子在我面前就袒露本性 为了孩子 我多次反抗 最终因为我难以忍受他们对孩子的扭曲教育 和对我的家暴 我决定报警 两人把我推下阳台 还假装情深意重 骗了一波网友的捐款 没想到再睁眼 我回到了订婚宴的这一天 面对婆婆的刁难 我笑容满面 端起酒杯对公公说 爸 我敬您跟阿姨一杯 说完 一口喝光 甜笑笑 高子俊呵斥我 脸上戴着不悦的神色 怎么了 我笑着给了高子俊胸口一拳 子俊你说你也真是的 大喜的日子你怎么不叫你亲妈来呢 这就是我吗 高子俊拉住我的手 面色不渝 你干什么呢 这个婚你还想不想结 高子俊和我是相亲认识的 恋爱使他彬彬有礼物 无微不至 我那时很快沦陷于他的温柔 不久我们就谈婚论嫁 因为是远嫁 且父母重男轻女 只想照顾家中小弟 所以定婚时我家只有我一人出席 而这也成了他们随意欺辱我的原因之一 哎呀 我开个玩笑你说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我憋嘴 怎么 只许阿姨开玩笑不许我开啊 公公就像个吉祥物一样 坐在主位上无动于衷 婆婆气的人都快抽过去了 上一世的公公就是这样 像个死人一样 一言不发 他的妻子和儿子的私情他不是不知道 他们母子合起来欺骗我打骂我 他也视若无睹 就因为他的把柄握在妻子手里 担心当个绿毛侠 笑笑 这大喜的日子快别惹你婆婆生气 和你婆婆道个歉 咱们还是和气的一家人 说话的是婆婆她亲姐 上一世就是他装了好人 劝我忍一忍为了家庭忍一忍为了孩子忍一忍 最后忍到被人推下了楼 他这是送上门来找骂呀 大姨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 我赶紧附和 大姨对装孙子可有一套了 大家还不知道吧 我大姨为了让他婆婆去医院看病 都给他婆婆跪地上磕头了 大姨 您太伟大了 没有您 哪有这么和气的家呢 我收起大拇指 给大姨点赞 大姨夫在机关单位上班 大姨大字不识几个 他能嫁给大姨夫是因为人家前妻受不了恶毒婆婆的刁难 已然离婚 断了个干净 但有人尚赶着掌虐 所以大姨在婆家地位很低 一个人伺候一大家子 他在外卷要自己攀了高枝 却偷偷和我婆婆诉苦 我婆婆这人 最看不得别人好 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 但姐妹的幸福更令他揪心 上一世他没少在我们面前讲他这个老姐妹的家常理短 现在却成为我的武器 谁告诉你的 大姨疼得从凳子上站起来 从看戏的人变成演戏的人 身份的转变让她感到难看 你猜我对大姨撒娇 白翠之 是不是你 大姨踩在凳子上指着我婆婆 我就跟你说过 大姐 我可没说过啊 你真是冤枉我了啊 婆婆在没有刚刚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着急解释 婆婆却是没跟这一世的我说过 但是不是婆婆说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我说出来的那一刻 就是婆婆说的了 上一世你们害得我那么惨 我不能视若无睹吧 最终这场订婚宴成了一场笑料 我还是跟着高子俊回了家 一方面因为我们确实已经领了证 另一方面则是我要复仇 大姨和婆婆私底下打了一架 两个人都没捞到什么好处 最终不欢而散 我假装拉架 偷偷挠了大姨挤爪子 订婚宴后 婆婆和高子俊已经两天没跟我说过话了 注意 这是一个老套路 上一世就是这样 一旦我惹婆婆生气 她就会像个笑面虎一样和高子俊告状 一开始只是冷暴力 我认错后他们才会继续和我说话 后来就变成了打骂 通常是高子俊边打边骂 婆婆在旁边假意劝嫁 实则添油加醋 而公公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默默调大音量 做个帮凶 直到我反抗后 成了一具尸体 斩草药除根 就算我不嫁给高子俊 也会有其他女孩受骗陷入泥潭 想真正永绝后患 得有足够的证据 不入虎学恩德虎子 这泥潭 我来了 妈 您还生气呢 我带着礼物去找婆婆赔礼道歉 变婚宴之后 婆婆和我们一直住在一起 婆婆一看是我 发那个白眼 那天我还以为您和我开玩笑呢 您也知道我嘴巴 想和您开玩笑 结果弄巧成桌了 我走进屋 拿出我买的礼物 妈 您别生气了 这是我给您买的金项链 老沉了 好几万呢 婆婆一听见好几万 两眼放光 却还装模作样地瞥了我一眼 这金项链可是高科技产品 好几时呢 配你正好 都是见货 在我的强迫下 婆婆勉强戴上 感觉到沉重的质感 她终于开了尊口 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 怎么救人事不懂呢 我大呼冤枉 妈 我不是故意的 而且我看大姨一家就是看不上咱们小门小户的 要不能在订婚宴这么重要的场合挑拨咱们娘俩关系 和您大打出手吗 这老婆子对她姐本来就心存不满 再加上我一顿忽悠 这才有个人模样 不再板着个死人脸 接下来就是她对我的一顿说教 什么孝顺公婆 伺候丈夫之类的话 我听了半天终于脏我出更深层的痴人的意思 啊对对对 恩恩 我复合 高子俊下班回来显然听他妈说了今天的事 他也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和我说说笑笑 我冷笑 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小子是个扑阿大师呢 趁着气氛不错 我赶紧已要构思新作品会熬夜为佑提出分房睡 因为和高子俊睡在一张床上我恶心 果然不出无所料 高子俊假装生气 婆婆假意劝说 最终还是同意了 高子俊还提出自己睡客厅 让我睡卧室 梅琪明月让我好好休息 我冷笑 是因为偷情方便吧 这样和平的日子没有维持几天 很快 第二场战争就爆发了 我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从大学就开始写 基本上不愁吃穿也小有积蓄 我从来不再伺候人上花费我宝贵的时间 所以住在一起之后我也从来没做过饭 但是这在我封建的婆婆眼中可谓是大拟不到 可我刚刚说了 我婆婆是个老绿茶 她没有直接和我说 而是去和高子俊哭诉自己被新媳妇欺负 把她拉扯大步说 老了还要被儿媳妇使唤 命太惨了 然后这个没张脑袋的妈宝男就来和我对质 我坐在床上 无语地看着这个闯进卧室的莽夫 她来势汹汹 细数她妈这些年来养育她的恩情与吃过的苦 我去你是为了让你来起我妈的吗 你不干活不孝敬我妈就算了 还敢指使她干活惹她生气 吃我的穿我的 你屋子也不收拾 饭也不做 跟个废物一样 这么多年 你知道我妈多不容易吗 你她妈能过吗 过不了就滚蛋 一天天的当 嘿 我这暴脾气 我嫁过来之前你家没吃过饭还是怎么的 我也没看你家饿死几个人哪 还我吃你的穿你的 我问问你 你现在住这房子谁买的 显然高子俊也意识到这套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 他哑口无言 婆婆本来在观战 一看自家儿子处于下风 就凑上来找嘛 我义正言辞的制止 包子俊 你说你妈不容易 你妈不容易是我嫁过来以后才不容易的吗 生的是你养的是你 她的不容易是因为水米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 和我有个批的关系啊 你她妈结婚前的二十多年像个逆子一样吃喝嫖赌 娶媳妇了便大笑子了 哈哈 笑死我了 孩子死了你来奶了 合着这锅都甩给我了 哎呦笑笑 你可别说这 您可别说话了吗 我打断婆婆 嘎嘎乱杀 您说我不喜意做饭只知道花钱 我倒想问问 这房子谁的 我花钱雇的保姆谁辞的 您的不容易可不是因为我 你儿子要是有出息也不至于到现在连个房子的首付都付不起吧 你儿子要真是心疼你就应该给您雇上十个八个保姆伺候您 我看您就没那享福的命 被我戳了几两骨 高子俊脸色黑的吓人 一个妈宝男还想软饭硬吃 我呸 见人 你他妈是不是找揍 高子俊彻底不争了 抠着我领子就要动手 你敢揍我我就敢报警 去你单位举报你 高子俊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他的工作 公务员 我料定他不敢拿他的前途开玩笑 相吃好一回 他把我甩在床上 搀扶着他那快要昏厥的老情人滚出了我的房间 我理了理我的衣领 回到电脑边 查看弹幕 卧槽 大大威武 比我看得爽文爽上一万倍 我录音了 回去吸烟客费 建议全文背诵 笑心外包男 我看着弹幕的话 不禁笑出了声 直播间的实时观看人数已经破二十万了 没错 我开了直播 在我听到高子俊回家之后就被婆婆拽进他屋里 我就知道他肯定要找我算账 郑重下怀 我正不知道怎么提升我直播间的人气呢 真是瞌睡来了有枕头 我发了微博 说要无偿教大家写作技巧 毕竟我也是个有几万粉丝的作者 于是把摄像头对着键盘 开启麦克风 等待好戏开场 我妈不容易 反倒得绑架 无备楷模 很快 我对人的这段话冲上了热搜 爆了 我一下涨粉近百万 真是有种升官发财死老公的快感 当晚高子俊带着他妈出去住 表示不稀罕我这破房子 还挺稀奇 凤凰南也有站起来的一天 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中午高子俊就滚回来和我道歉 笑笑 你也知道我的 我那天就是让我妈给窜夺的 才说错了话 他苦苦哀求 你去网上澄清一下吧 咱们俩怎么说也是夫妻 我爱骂对你影响也不好啊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骂他 真实身份也被人弄出来 他所在单位受到很多举报 领导找他谈话 意思是影响很不好 让他想办法解决 高子俊在我面前声泪俱下 狠狠咒 骂自己是一时鬼迷心窍 自己母亲也是乡下 父女不懂这些 只是想给我省钱 让我别再生气 他明天就把他妈送回乡下去 别啊 别走啊 我开始飙戏 眼泪在眼睛里转圈 结婚之前你多宠我 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对我说 怎么现在呜呜呜 你也知道我多爱你 你是这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但是你太伤我的心了呜呜呜 我在内心狠狠给了自己两个大逼兜 因为上一世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王宝串都得在背上吻我 我和高子俊好一番哭诉 表明我现在很伤心 让他这几天先别回来 我要冷静一下 见我心软有所动摇 他再次提醒我澄清的是 得到我的保证之后 终于走了 确定高子俊走了后我把门反锁 连忙找人在家里各个隐蔽角落装上监控 以防万一 同时 我在我的账号上发表了澄清文章 下面的评论令我啼笑皆非 大大 你是不是被胁迫了 你要是被胁迫了 下一张就写林黛玉倒把鲁之身 不是吧阿森 你不是写大女主文的吗 怎么现实生活中是个娇气啊 不是我说 真有人爱喝白粥啊 头好痒 恋爱脑要长出来了 网友们的评论都很好笑 也有不少骂我的或者妈渣男一家的 但我都一笑置之 高子俊折逼在网上买了水军 很快就扭转了自己的风评 现在网络上一水的骂我白粥姐恋爱脑榜一 理论发酵了两三天 监控也装好了 我觉得时机到了 给高子俊打了通电话 在电话中我先是哭诉自己最近被网友骂到抑郁 精神很不好 好像生病了 让他陪我去医院 又说自己确实意识到是我太任性 不应该那么和婆婆说话 我现在知道错了 希望高子俊能把妈一起接回来 高子俊果然狂喜 不到半个小时就带着他妈到了家 果然这短时间两人一直住在一起 他妈根本就没回乡下 见我却是憔悴了许多 高子俊承诺明天带我去医院 却被婆婆以高子俊明天上班为忧拒绝了 换他带我去 我点头 谁去都一样 我早已做好准备 一大早 我和婆婆就去了医院做检查 等了好久终于取回了化验单 那医生连连恭喜我 我怀孕了